这个牛肉卷没有卖了 现在是鸡肉跟猪肉 现在没有吃了 牛肉没有卖了 你没听错 在美食卖场热卖二十多年的熟食部 热销商品牛肉卷 竟然停售了 他说这样换的是一天才就通知 所以你跟我互相说 牛肉怎么回来 没有办法跟你保证 店员证实是临时接到总公司通知 何时回归还不清楚 不过现在牛肉卷没了 改由猪肉卷替代 一份售价九十九元 但牛肉卷的粉丝们很难接受 之前其实都觉得还蛮好吃的 但是自从有一阵子 它开始变成料比较少之后 对我们就很少买了 现在变猪肉卷会想尝试吗 不太会 猪肉通常都比较会有一个腥味 民众哀嚎 毕竟牛肉卷是很多人 逛卖场时会买的食品 不过往卖场里一看 其实冷冻柜里还有货 我们都买冷冻的回去 我们现在自己烤啦 也比较便宜 因为有很多人不吃牛啦 那倒是真的 而对此好事多也说明 是因为牛肉卷贩售多年 所以改由猪肉卷 未来会推不同卷类来取代 也说这单纯是商品替换 台湾消费者吃猪肉的人比较多 进一步盘点几款网友点名 以下架的好事多夯品 包含很有嚼劲的吉拿棒 限定冰品巧克力双麒麟 以及咸猪肉披萨 和北京烤鸭披萨 都让网友敲碗回归 这回牛肉卷下架 也让民众大叹 好可惜 TVS新闻 余向张卫先 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